说起巅峰赛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是对玩家个人实力要求最高的对局 巅峰赛只能单排 如果技术不到位根本上不了分 毕竟巅峰赛不是跟普通对局一样 可以拉人双排 那么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距在哪呢 本期视频来为大家讲解 区别就是荣誉不一样 打排位可以打到王者 可以到荣耀王者 而巅峰赛更加严格 全副5000名才有资格成为巅峰王者 难度比50星排位还高 他们两个虽然是不同的系统 但是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就是因为打排位到王者是底线 只有每个赛季的王者才有资格打巅峰赛 例如你打到了王者 一周不打排位就会掉心 而期间如果你打巅峰赛就不掉心了 这两个模式关系真的很近 除此之外 排位赛有勇者积分 因为这个积分的机制改动 让很多玩家上分更加轻松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满地水克王者这么多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靠人带 另一部分就是靠积分顶上去的 反观巅峰赛就不同了 首先只能单排 没有积分机制 但是这把你赢了 而且分高是MVP 一般能获得20-21分 但如果这把很坑 或许只能得到16-17分 所以躺赢的分低 有实力的分就高 同时排位赛输赢都会增加勇者积分 而输了掉心是固定的 但是巅峰赛 可能说五次 缴靠六次的胜利来弥补 因此巅峰赛的难度真的非常大 所以巅峰赛才更能够体现出玩家的操作水平 比普通排位严格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